3月29日,柳妍熙早早就来到位于广州天河区的新的办公室 作为香港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她,当天的任务可不少 她的公司不久前刚刚入住这个崭新的基地 许多来自粤港澳同样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都到此参观 柳妍熙公司所在的基地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3月29日,基地在广州市天河区正式开源 据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投资超7亿元人民币 建筑面积达6.65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孵化企业约200家 开源首日,有几十位港澳创业青年受邀到现场参观 实地考察这一标杆性的创新创业基地 园区空间大,设备权,风景非常优美 给来访的港澳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硬件之外,软件的优势也让创业者们格外心动 在广州其实是一个人才很蓬沫的地方 对于我们香港人,主要是针对于第三服务业 这个产业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城市或者一个区域 最重要是租金很便宜 大概可能是一方七元左右而已 一方七元的话基本上一百方都是七百元 这里的租金是市区的十分之一 所以是非常之优惠,对于港澳青年来说 我们这个基地,我刚看到他们介绍 其实他们很欢迎很多很多港澳优秀的企业进驻 他们可以享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配套 和不同的一些免费服务 我认为这个是对于我们港澳青年来说 是最有帮助到他们的一些帮助 据了解,目前基地已进驻企业近40家 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 刘延熙和他的团队是第一批入驻基地的成员之一 公司致力于研发新材料 这一项由他们自主研发的OEL技术 能够运用在交通、文创、广告等领域 不但吸引美观,也能起到警示促进安全的作用 刘延熙介绍 公司总部在香港,多年来的经营重点一直是在海外 产品外销为主 但近两年随着内地市场空间越来越大 团队决心调整方向 希望回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团队选择入驻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也是看中了这里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便利性 以前我们服务于39个国家和地区 和超过100个国际品牌 为什么会回来呢 当然对我们来说越港澳大湾区的大背景 还有就是市场和一个空间 特别是现在我们各级政府对我们港澳青年国内的创业 这个支持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有这样的时代 其实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 据介绍未来基地还将重点吸引港澳创业团队入驻 目标实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招募比例达到70% 为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和交往交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觉得首先对于港澳青年来说 其实首先市场这7000万人后 已经是港澳的可能10倍20倍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想做创业 我们现在要找一个比较大的舞台 这里的市场天花板已经高很多了 另外就是这里当你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弯道超车 有机会弯道超车 所以我都很建议港澳的start-up 或者是企业家 如果他想追求一个更大的事 可以回来大湾区去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